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細說敢言 李錦洪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激進民主派或簡稱公投派 在今次的立會選舉當中得票飆升 令到泛民的政治光譜更加向左移動 形成一個軍勢 大致上民主黨屬於泛民的右派 社民連同人民力量屬於左派 中間有些獨立人士 有公民黨 和中間偏左的工黨 一個小小香港 單是泛民陣營 都是這麼多路線 看見香港的政治文化 真是相當豐富 或者是相當複雜的 一個幾共同的看法就是 未來的議會政治 將會進一步轉為激烈的 為何很多教會中人比較反感 或者在選票當中 也會作出一種制裁 但是民心所向 你從今次激進民主派得票的飆升 和得到這麼多香港年青代的支持 看見香港整個社會生態轉變了 但無論如何 即我們寧然是感求到 民主派的基本是有所改變 而大格局是沒有大改變 因為改變就是內部的改變 這方面 對香港發展民主政治 是好是壞 暫時是難以判變 但根據外國經驗 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其實是顧及了一些 少數的弱勢政治團體 但香港這麼小地方 而是用比例代表制之下 而產生這麼多的黨派 其實是比較難以整合的 但無論如何 我們面對在新一屆的議會 有不同的組合 當中包括有四成是新人 再加上泛民的分裂 更加令到政府施政方面 是必須改變的老代 不能夠再靠股票 什麼勸說 來運作 必須在整個政策制定過程當中 是能夠盡量聽取民意 不是生米煮成熟飯 再拿去立法會通過 而是整個抉擇過程 是必須改立民意 亦都要廣納議員的意見 因此 議員來說 在議會的責任是相當重要的 但我想近期來說 大家有感覺 議員都變成了政治的英雄 或者在政治舞台上 一個表演的演員而議 大家覺得 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真正做實事的投入感 和做實事的能量是不多的 這都是建制派堅持 香港搞民主 變成選一班出來 只會玩政治做show 不會做實事的議員 所以當我們要是 希望香港整個民主的發展 才是健康 是踏實 這一屆議員是相當重要的 亦特別我寄予一些新人 入到局裏 並不是只是求取曝光 爭取知名度 而是在實幹方面 是被人看出 我是民選出來的議員 我同樣有能力 有資格去做好議員的本份 其實立法會有幾個很重要的功能 當然監察政府 大家得樂而為之 打政府很容易 但是講到 你是要發揮到制定法律 和通過預選 那裏其實 是必須要做功課 和下苦工 對於制定法律方面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立法會的主要功能 所以叫做立法會 立法肯定是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角度來說 其實在很多委員會的開會過程當中 很多議員缺席 很多不做功課 很多只是出來去砌政府 而是沒有認真 在立法國人當中 發揮議員的功能 或者是代表不同社群的聲音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節 事實上 一直以來 立法會法例的制定 是其幾依賴幾個法律界專業的議員 那種的用心 用時間 來協助 有飆煌之稱 就是已經退出香港政壇的下街禮 說回上一屆來說 甚至說 你是自由黨的劉建宜 內務委員會主席 其實他花很多心力 在制定法律的過程當中 幫助的 或者是公民黨的吳靠義 以至余月薇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發覺 這幾位的議員 今屆都是離開了議會 那你添補進去的 是否能夠發揮到功能 這個相重要 什麼呢 你如果在制定法律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了一個是強而有力的議員的參與制定 而搞到法律出來 又引起爭論 其實社會就不斷的內耗 所以一般市民可能只是透過傳播媒介 就是在政治舞台看議員的表演 而大家就落於做過表演的議員 而沒有人在香港做實事 這是令到香港整體的民主發展 以至整體香港的整體的社會運作 要運作其實是有所偏差的 所以我們既需要議員有道德勇氣 有時是需要破壞 有時是去反抗 有時是要抗爭 但是同樣做議員 亦都需要有建設 是做得有建設性的一些提議 有建設性的立法的執行等等 凡子種種的議員 必須是兼顧的一個功能 而當大家都是偏差某方面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香港民主發展 其實是不利的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這種做意見 我們總ited Sponge 當然 ني OU